第三個瓦豆乳滴也很難解 你在把階梯照亮以後 先不要急著到下一個房間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秘密的空間 你用燈泡照一下 就可以救到第三個瓦豆乳滴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新枝卡比探索的發現 我說了為 在驚嚇鬼屋這個關卡裡面 有四個任務我們需要解 第一個任務是拯救瓦豆乳滴 第二個任務是未觸碰到 幽靈黑刺球並過關 第三個任務是下鬼怪 藏起來的三個點心 第四個任務是以自動販賣機 塞滿嘴、破壞 是三個驚嚇外人版 第一個瓦豆乳滴比較難找 在這邊 當你看到有兩個驚嚇外星人版的時候 這邊先不要往前進 先往右轉 這邊就有第一個瓦豆乳滴 第二個瓦豆乳滴在這邊 在階梯後面 有一個隱藏的房間 進入房間以後 拿這個雙刀的能力 這樣就能救到第二個瓦豆乳滴 第三個瓦豆乳滴也很難解 你在把階梯照亮以後 先不要急著到下一個房間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秘密的空間 你用燈泡照一下 就可以救到第三個瓦豆乳滴 第四個瓦豆乳滴在推進關卡的過程當中 這個地方 就可以救到第四個瓦豆乳滴 為觸碰到幽靈黑刺球並過關的這個任務 在黑暗的房間裡面 你變成燈泡以後 你會看到這樣的幽靈黑刺球 如果在通關的過程中 完全沒有觸碰到幽靈黑刺球 就完成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你寧願掉下去 也不要碰到幽靈黑刺球就對了 吃下鬼怪藏起來的三個點心這個任務的話 第一個點心 在向這樣的轉角 在這個地方 就有第一個點心 第二個點心在這邊 你用燈光 把階梯照亮以後 繼續到下一個房間之前 左邊的凹洞裡面有第二個點心 第三個點心在這邊 在有很多怪出現的地方 你打了很多怪以後 這邊後面 藏了一個點心 你自動販賣機塞滿嘴 破壞13個驚嚇萬人版的這個任務 在這邊 在這個牆的後面 有販賣機 你變成販賣機之後 一路發射罐頭 把一共13塊驚嚇萬人版都打壞 就算完成這個任務 另外在你變成燈泡以後 這個地方 我的經驗是 你要先往後跳 再往前跳 就可以拿到扭蛋 還有很重要 到這邊以後 往左下這邊飛 進入這個坑洞 有時間爆裂的設計圖 你之後打BOSS會很需要這個時間爆裂 很好用 感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的話 歡迎幫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之後 來做更多更多跟新式卡比探索我發現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謝謝